高考前 关系最好的室友给我下药 让我与民校失之交臂 他故意在群里公布我的分数 不是都说安心能上臂打吗 怎么发挥失常的这么厉害啊 我因此成了全校的笑话 重男轻女的爸妈不愿意让我复读 把我卖给老家村口的老光棍 用铁链锁住给他生孩子 逃离魔窟途中 我意外摔下山崖 再睁眼 我回到了高考前一天 这次 我拿着下药录像 笑着质问室友 你往我杯子里面倒了什么呀 欣欣 我要去打水 要不要帮你也带着呀 温唐凑过来找我的时候 我睁开着放在床头的夜灯 刷着往年的高考真体 听到他说出的和上队子一模一样的话时 我忍不住在心里冷笑 如果不是因为重生 我完全想不到 眼前这个被我视为闺蜜的舍友温唐 根本就是个恶魔 好 那谢谢你了堂堂吧 我模仿着平日里和他相处的方式 与其亲密的我自己都忍不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温唐从我手中接过了我的水杯 兴高采烈地走了 他没注意 我已经放下了手中的笔 拿起了手机 又打开录像 悄悄跟在了他的身后 到一楼的时候 因为不是打水的高峰期 水房里的人并不是很多 温唐左右扫尸了一下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纸包 将里面的粉末全部倒进我的水杯 我用手机把他的动作用得清清楚楚 然后一个箭步冲过去 拍了拍他的肩膀 堂堂 你往我杯子里面倒了什么呀 温唐吓得手一颤 差点水杯就要掉在地上 没 没什么呀 心心你看错了吧 我摇了摇头 怎么可能是我看错了呢 我想着明天就高考了 等毕业之后 再来见面可能就难了 刚刚你一说要帮我打水 我就想着把美好片段记录下来的 你打水的时候 我就在外面 偷偷给你拍个视频 诺 你看 我拍得可清楚了呢 我冲温唐举起手机 屏幕上的画面里 他撒药的动作清晰可见 水房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都把目光聚集到我俩身上 我趁热打铁 继续追问 所以唐唐 你到底到了什么呀 是营养补计吗 温唐哪里敢说实话 只能硬着头皮硬下 对 是补计 你学习这么刻苦 我怕你身体吃不消 旁边有个心知口快的同学 吃笑一声 倒补计你 那么偷偷摸摸的干啥 问你你还不愿意说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要下药呢 我笑眯眯的帮温唐解释 哎呀 唐唐跟我关系很好的 他肯定不会害我 不过唐唐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这补计还是你自己喝吧 我一边说着 一边拿起温唐的水杯 把我杯子里下药的水倒了进去 然后又给自己重新接了杯水 做好这一切之后 我拉着温唐的手 把他的杯子往他手中一塞 马上就快断电了 咱们回去睡觉吧 明天还要考试呢 温唐低头 看了眼自己的杯子 脸都要绿了 我们学校十点半断定熄灯 熄灯没多久 宿舍里的其他摄友就都睡着了 我也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其实我没有睡着 只是我总觉得 像温唐那样小心眼的人 一定不会因为受挫一次就放弃害我 我和温唐都在上铺 我们的床还是连在一起的 我不敢睡得太死 果然 又过了一会儿 我听见温唐用很小很小的声音 喊着我的名字 安心 安心 他在试探我有没有睡着 我调整了自己的呼吸 尽量慢一些 装成已经熟睡的样子 我紧闭双眼 听到我的床头 传来一阵嬉嬉琐琐的声响 有人先开了我的床帘 拿起了我放在枕边的手机 片刻之后 我的手机又被放回了远处 我猜 温唐是改了我的闹钟时间 我总是习惯戴耳塞睡觉 这个习惯 温唐是知道的 而且高考冲刺阶段 大家挑灯夜战的时候 为了不影响其他人 都安上床帘 他到我的闹钟关了 到时候我要是睡过了头 可能也不会有人发现 我以为他就只是 要躲起不来的可能性 可他显然并不满足 用捏手捏脚低下了床 宿舍里响起了很细微的倒水声 我瞬间就猜到了他在做什么 他一定是把那杯加热料的水 重新倒进了我的杯子 为了毁掉我 温唐还真是煞费苦心 这么多重手段 就是生怕我们天正常发挥 我有些愤怒 但还是装作睡着了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等到温唐回到床上躺下 我才睁开了眼睛 把被他关掉的闹钟重新打开 至于杯子 简直就是送上门的证据 第二天 大家都起了个大早 毕竟是高考 所有人都有些紧张 洗了脸之后 大家开始检查 自己考试要用的东西 有没有准备好 检查完了的 就坐在床边掏出课本 想着多看几个知识点 直到快要出发 我的身影依旧没出现在宿舍 温唐拦下了想 见开我床里看一看的摄友 信誓旦旦的说 我肯定早就出去了 那个摄友想着 温唐跟我关系那么好 也没有怀疑 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去了 当我带着从食堂 买回来的一堆 热气腾腾的早餐回来时 温唐脸上还带着 计谋将要得逞的笑 见我推门而入 他的笑容将在了脸上 大家 我去买了早餐 快拿着等会上车吃 我刚刚看到大巴车 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其他人都在向我道谢 只有温唐不敢置信 安心 你怎么起这么早 刚刚被拦住的摄友 狐疑的看他一眼 温唐 你刚刚不是跟我说 安心肯定早起了吗 温唐的话前后矛盾 宿舍里的其他摄友 都察觉到了不对 他只能有些声音的解释 我 我知道星星早起了呀 就是没想到 会早到能帮大家带早餐而已 这个说法 勉强算是能说得过去 可惜 我不会给他远过去的机会 嗯嗯 我今天醒得特别早 可能是有点紧张吧 不过也幸好起得早 我起了之后才发现 闹钟不知道为什么关掉了 今天可是高考 要是迟到了就完蛋了 堂堂 我的闹钟 应该不是你关的吧 摄友们看温唐的眼神都不对了 这两个巧合连在一起 听起来可就不像巧合了呀 温唐还想解释 可又被我打断 好了 不就解这个了 我们快点下去吧 他没办法 只能黑着脸 跟着我们一起下楼 大巴车确实已经停在了楼下 一个班的学生正好能坐满一辆 班里已经有几个人坐在了位置上 温唐暗恋的男神周青云就在其中 他正拿着整理好的错题本写写画画 阳光透过窗洒在他的侧脸 完美的像是雕塑 周青云也不仅仅只是容貌出众 他的成绩也一直稳定在年纪前时 去年元旦晚会还上台弹了钢琴 是学校里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 喜欢他的人很多 但他却突然在前段时间跟我表了白 我拒绝了周青云 说现在只考虑学习 我也没有瞒着温唐 温唐当时跟我说他不在意 可后来种种行为都看得出来 他在意得要命 上辈子我顾及他的感情 几乎是躲着周青云走 现在我无所谓了 就算我什么都不做 温唐也只会恨我或者更恨我 那还不如给他天天堵 我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周青云身边 温唐的脸色瞬间黑得像锅底一样 气冲冲地坐在了我跟周青云的后面那排 既能听得到我们在说什么 也能看到我们干了什么 不过我倒是并没有跟周青云搭话的意思 从包里掏出复习资料 一直到大巴开到考点 才抬起头来 下车之前 周青云还小声跟我说了句 考试加油 余光里 我看到温唐的脸色更难看了 一天的考试结束 上大巴车回学校的时候 温唐害怕我又和周青云坐一起 直接拉着我到了最角落 一坐下 他像是忘记早上自己做了什么事的 质问起我来 欣欣 你早上怎么跟周青云坐在一起 你不是跟我说过很讨厌他吗 我们坐的距离周青云不远 他也没控制音量 很显然就是想让周青云听到我们的对话 哪怕我反驳他的话 也只会掉进自证陷阱 我叹了口气 表情无奈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喜欢周青云 我当然得顺着你说不喜欢他了 温唐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我会把这件事直接抖出来 我不是 好了 知道你不好意思了 那就当我是讨厌他吧 真拿你没办法 就只是跟他坐一起 都这么吃醋 这招魔法打败魔法 让温唐一下子就失去了战斗力 他占红了脸 白口莫辩 却又期待地看向了不远处的周青云 虽然并不是他想要的 但我的话也算是帮他尽解表白了 周青云会是什么反应呢 哦 周青云那张温柔的脸上 此刻满是对温唐的厌恶 毕竟他刚跟我表白悲剧 还在思考被拒绝的原因呢 这样做 确实有点利用了他对我的感情 可是没办法 上辈子我做了好人 却被害成了那样 这辈子 我肯定不会再当那种任人宰割的傻白甜了 大巴车在宿舍楼下停住 温唐是哭着跑进宿舍楼的 因为周青云直接拒绝了他 他说 谢谢你的欣赏 但我不喜欢你 如果他脸上没有带着烦躁喝不喜的话 温唐大概还不会这么破放 可他带了 还很明显 一颗少女心从此破碎 但我的心情却好了很 只是大庭广众之下射死而已 和上辈子我失了前途丢了命的结局相比 这根本就是开胃小菜 我真正的报复 现在才刚刚开始呢 我慢悠悠地回到宿舍的时候 温唐还趴在被窝里 哭泣他死去的爱情 高中本就是和尔蒙躁动的时期 宿舍里的其他几个舍友 基本上也不知道暗恋的心酸 看他哭得那么凄惨 他们忍不住共情了 舍友们都不太能理解 我为什么要当着周青云的面说那些话 他们忘了 一开始 是温唐先茶里茶气地说我讨厌周青云 我才反击的 人性就是如此 谁看起来比较弱 就会收获更多的同情 只是我要他们的同情有什么用呢 即便接收到几道不认同的目光 他只是开个玩笑 那我也可以说只是开个玩笑不是吗 玩笑是需要双方都觉得是玩笑才成立吧 警示长沉默了片刻 还是一愤填膺的开口 可你有点太过分了 你们明明是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要被刺他 虽然早上确实好像有点不对 但那也可能只是误会啊 你也没有证据证明 就是温唐关掉你闹钟的吧 我叹了口气 从书包里掏出水杯 往桌上重重一拍 关道钟我没证据 可是这个温唐 你总该给我个解释吧 温唐的哭声一下子就止住了 你 你什么意思 他眼神闪烁不肯承认 昨天晚上你主动要求帮我打水 然后在水房里往我杯子里面加了东西 我陈述着舍友们不知道的 昨天发生的事情 他们瞪大了眼睛 下意识的离温唐远了一些 温唐赶紧解释 我不是说了那是银洋补剂吗 而且昨天你明明把那些都倒给我了 你有证据吗 我故意激怒他 温唐果然急了 当时水房那么多人 不是都看着的吗 哦 不好意思 我忘记了 我嘴上说着不好意思 语气里却没有丝毫歉意 温唐脸都气红了 如果不是怕暴露 我猜他冲上来撕我的心大概都有了 不过 昨天晚上肯定有人动我的水杯 早上我去买早餐的时候 给楼下的阿黄喂了点水 结果阿黄他 我一脸沉痛 然后控诉着温唐 我也不想怀疑你 可是你有前科呀 你第一次往我杯子里面加的 真的是营养补剂吗 你早上又是为什么不让别人叫醒我 温唐 从考场回来 其他宿舍要么再复习明天的科目 要么再休息 只有我们宿舍动静闹得很大 已经有不少别宿舍的人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偷听 可他们都没想到会听到这么大的一个话 楼下的阿黄那可是整栋宿舍楼的团宠 谁路过的时候能忍住不若一把小猫呢 整个高三压力特别大的阶段 阿黄的存在治愈了不少人啊 社长也惊了 颤抖着伸出手指着温唐 你 你毒死了阿黄 不 不对 你是想毒死安心 温唐 你是不是疯了 所有人都一脸恐惧地看向温唐 寝室里居然出了个下毒的人 这谁听了不害怕呀 温唐已经慌了 他没想到自己做的事情会被我发现 更没想到我居然撒谎说他下的是毒药 又惊又怒又害怕 自然也就失去了理智 安心 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了 我下的明明是蟹药 阿黄不可能被蟹药毒死 这句话脱口而出的一瞬间 他悔恨地捂住了嘴 我笑了 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哦 是蟹药啊 原来你只是想害我没法好好考试 不是想要我的命 这么说来 我还得谢谢你手下留情才是了 温唐狼人自报 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想害我 他们都会是我的证人 我直接把这次打电话告诉了班主任 报警是没用的 他给我下药 违法了是没错 但够不成犯罪 还不如先上到学校 等考完之后再处理 我打电话的时候 温唐终于反应过来 他还是能屈能伸 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 对不起安心 是我一是鬼迷心翘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这么做 其实是我得了抑郁症 总是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该活在这个世上 他一边跪着哭诉 一边疯狂地扇起自己的嘴巴 温唐是个狠人 打自己都没有收力 很快脸就高高肿了起来 看着很是凄惨 刚才因为他干的事 指责他疯了的社长 又一次动摇了 要不算了吧安心 他也是因为生病才这样的 大家都是同学 得撩人处且饶人吗 我皱了皱眉 从前没有什么矛盾 我竟然从来都没发现 这个看起来是老好人的社长 还是个擅长道德绑架的墙头草 这宿舍是不是风水不好 这么多奇葩 社长 我觉得你这句话 也让我心情不好要发病了 请问我可以给你下药吗 社长脸一黑 你有病吧 关我什么事啊 对啊 关你什么事啊 要你在这里劝我大度了 我实在是没忍住 翻了白眼 他生病 是我害他生的吗 况且你见过 谁家抑郁症的患者 是喜欢害别人的 人家只会伤害自己 惩罚自己 少拿抑郁症当幌子了 温唐听到我这么说 眼珠子转了转 直接就往阳台上跑 一边跑还一边大喊着 哎呀对不起 我不活了 我不活了 社长被吓傻了 眼看着他 做出要往下跳的架势 赶紧拦他 温唐 你可别做傻事啊 就是啊 温唐 有什么话 你们慢慢说不就好了 都冷静冷静吧 别真到处人命来啊 温唐这招挺有效的 起码刚刚沉默的那些人 现在都急了 谁也不想眼睁睁的 看着温唐在自己面前跳下去 社长更是正义凛然 安心 温唐都这个样子了 你让他能怎么了 我直接走到阳台 让其他人都腾出地方 然后抱着胳膊 好整以暇的看着社长更温唐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小心眼 他想跳就让他跳呗 咱们宿舍这才二楼 跳下去最多也就伤胳膊断腿的 要不了他命的 你也太冷血了吧 安心 我食指放在嘴唇上 嫌弃的看着社长 嘘 你还是别说话了 没一个字 我爱听 他想害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他冷血呢 现在可险着你了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可正义了 呸 对完社长 我又看像站在栏杆边上的温唐 温唐 你要是想跳 你尽管跳呗 也没人能拦得住你不是 我是不信像他这种人会真的跳下去 无非还是装可怜 希望周围的人谴责我 好让这是能翻骗罢了 我要是个道德素质高的人 可能真就被忽悠过去了 可我现在根本没有道德 话这么一说 温唐更是骑虎难下 他探头探脑地看了他二楼的高度 确实不至于摔死 可摔下去的话 他肯定没法参加明天的考试了 温唐到底还是没狠地下心来 僵持了五分钟后 他善善地从栏杆上爬了下来 亲身给自己找了理由 明天还要考试呢 等考完了行不行 人群里不知道是谁先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温唐这话也确实是搞笑 都抑郁得要闹自杀了 谁还会在乎高不高考啊 他这个表现 完全就是被人戳穿了之后 演不下去的样子 方才就觉得他偏激的同学们更鄙夷了 而刚刚那些信以为真 说要我们冷静下来 好好说的几个人都觉得有些尴尬 小声跟我道了歉 社长的脸色更像是打翻了调色盘一样 精彩极了 他看看温唐又看到我 一句话也没说 一头扎进了床脸里 听声音像是哭了 这下没人帮温唐说话了 刚刚接了我电话的班主任也终于来了 我在电话里只是简单说了下发生了什么事 就把他吓得不清 他那张满是褶子的脸上全是汗 一看就是跑着赶过来的 道 到底 怎么回事 谁 谁下药的 班主任上气不接下气地问着 我直指温唐 他给我下了解药 想让我高考失利 哦 对了 老师 你没来之前 他还说自己抑郑了 闹着要自杀呢 班主任一听 道跳如雷 简直胡闹 温唐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赶紧给你家长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一趟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刚才显得有些不见人情的 我却主动帮温唐说起了话 老师 明天还有考试 还是等考案室之后再叫他家长吧 我相信学校会公正处理的 也不急这一时了 班主任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我猜他应该是在同情我 毕竟我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被逼成这样 还在考虑温唐的未来 而温唐却心狠手辣 想要毁掉我 高考确实很重要 班主任叹了口气 行 那就等考完试再说 谢谢老师 老师 我还想提个请求 学校里还有没有单间宿舍 我想暂时住上两晚 不然的话 我瞥了温唐一眼 意思很是明显 我怕他怀恨在心 又报复我 班主任自然是硬下 这场道具也算是告一段落 等班主任走后 还有气不过的人问我 如我所料想的那样 虽然这是暂时暗下不表了 可温唐发更加焦虑 就好像随时都有一柄闸刀 悬在他的头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落下 而且因为他做的事情 对我曝光 其他摄友看他的时候 总是带了些提防 生怕不知道 什么时候惹到他了 温唐也给他们下药 毕竟我看起来跟他关系最好 他都想毁掉我 他们跟温唐的关系 连亲密都算不上 接下来的两天 都没人愿意跟温唐搭话 也不只是宿舍 就连班里的其他同学 都用一样的目光看着他 周星云更是看到他就扭头 温唐这两天的日子 实在是不好过 也不知道哭了多久 眼睛一直都是肿的 他的眼下也带着大大的黑眼圈 看起来憔悴了许多 只是再也没人会同情他了 大家都是高考生 谁会同情一个 想要下药毁人前途的人呢 等到最后一门科目的结束影响起 对别人来说是解脱 可对温唐来说 噩梦才刚刚开始 班主任叫了温唐的妈妈来学校 温唐的妈妈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见我也在办公室 笑咪咪的跟我打招呼 哎呀 欣欣你也在呀 考试考得怎么样 Q大逼大应该没问题吧 要是我们家唐唐有你一半聪明 我也不用愁了 唐唐 你们天天都一起玩的 也不知道跟人家欣欣学学 妈 你别说了 温唐忍无可忍地打断了他妈 到底安心是你女儿 还是我是你女儿 你那么喜欢安心 不如让他当你女儿好了 他口不择言地说着 温唐妈妈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你这小兔崽子 用什么语气跟我说话呢 我可是你妈 眼见的这对母女 就要在办公室吵起来 班主任赶紧拦住了他俩 等两人看着都冷静下来 他才把发生的事情 告诉温唐妈妈 这件事情的性质 实在是太恶劣了 学校领导那边的意思是 要给温唐寄过处分 而且温唐必须得给安心赔礼道歉 温唐妈妈脸色苍白 处分 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毕竟 毕竟心心也没出啥事不是 她就是那种典型的华国家长 习惯打压式教育 可不代表她真的更喜欢别人家的孩子 除了事 她肯定还是帮自己女儿说话的 班主任亲泽医生 大概也理解了 为什么温唐会被养成这性子 如果温唐真的成功了 毁得可是安心的一辈子 处分这件事 是校领导亲自决定的 谁也改不了 至于道歉赔偿 你们可以不做 但是安心也可以选择报警 毕竟温唐的所作所为 已经违反了法律 听她这么说 温唐妈妈只能同意 按着不情愿的温唐的头 给我道了歉 又给了我三千块的补偿 解决完这件事 天已经黑了 温唐的妈妈还在说叫她 我直接回了宿舍 其他人都已经收拾完了回家了 只剩下了我和温唐两个人的行李 还没有收 我没打算回家 自然也不着急收拾 躺在床上刷了回手机 温唐一个人进来了 安心 你很得意对不对 她恶狠狠地瞪着我 眼里满是不甘 少跟我叽叽歪歪 不然我就从床上跳下去 说是你推的 我轻飘飘地开口 现在这个接骨眼 我要是出事 大家肯定第一个怀疑她 毕竟宿舍里也没监控 温唐闭嘴了 沉默着收拾完了床铺 临走之前 她深深看我一眼 就这一眼 让我确定 她肯定还会作妖 果然 几天之后 我收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 刚按下接听 我妈的大扫门就想了起来 你高考完了 怎么不回家帮忙照顾弟弟 要不是你同学的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 你这几天住哪里了 是不是跟那个叫周什么云的小男孩 乱搞男女关系呢 臭不要脸的 抓紧多滚回家来 听到没有 听到这个声音 我又想起了上辈子的事 上辈子 我一心想要复读 利用暑假打工赚钱 攒下了几千 可我这个好妈妈却装病 骗我请了家回家 然后直接就给我拜起保了我 保给卖了 卖了三万块钱 给弟弟交了特长班的学费 那几千块也被他们拿走了 我以后就不回去了 我冷淡地说着 电话那头的妈妈 暴跳如雷 小畜生 你什么意思 我生理养你这么多年 你翅膀硬了 就要飞了是吧 早知道养你这么个白眼狼 你刚出生的时候 我就该给你淹死 妈 当年你又不是没做过这事 现在装什么呢 发现我是女孩之后 她可是真的动过手 想到我淹死的 要不是当时在老家 村长刚好来找爷爷有事 拦了下她 我早死她手里了 这是 还是我被老光棍 打得哭着喊妈爸的时候 她告诉我的 从那天起 我对亲情就再没有渴望了 我没再跟这个 生了我的女人废话 挂断电话 继续带我的学生 毕竟我也是常年 占据年纪第一宝座的人 找一份小学生家教的工作 算不上难 出成绩那天 我坐在学生家里 和她的爸妈一起 在电脑上收入了 自己的准考证号 一长串的信号 所有科目都是信号 我的学生好奇地问 小安老师 你怎么没成绩啊 她的爸妈却激动得很 小安啊 这是不是就是那什么 高考屏蔽 我笑了笑 向他们展示 屏幕最下方的那行小字 您的位置 已经进入全省前50名 具体成绩请稍后查询 班主任也多打了电话 电话里 她的语气很是激动 安心 快来学校一趟 毕大和Q大的招生伴来了 我终于露出了 重生以来 第一个彻底放松下来的笑容 三年的努力 无数个挑灯夜站的晚上 无数只血空的黑笔 无数便刷过的错题 这一时 我终于得到了 我本该拥有的成绩 我选了上辈子 就想选的毕大 这个好消息 被班主任发到 班级群里的时候 沉寂了很久的群聊 终于有了动静 我去 好牛 恭喜学神 恭喜恭喜 学神心态好稳啊 要是我肯定会被影响 嘘 不可说还在群里呢 在就在呗 艾特温唐考了多少分啊 下药姐 哈哈哈哈 你怎么这么忙 温唐应该看到了群里的消息 其他人聊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有眼尖的同学发现了 群聊人数少了一个 呀 温唐退群了 很显然 他考得不好 破大房了 我特意发消息 落井下石 怎么退群了呀 是考得不好吗 没关系的 你可以复读的 相信你一定会 一年更比一年强的小姐姐 温唐没有回复 火速把我删除 可惜 录取通知书到了以后 学校还是会统计大家的去向 我借着帮班主任统计的机会 看了一眼温唐的录取通知书 竟然是所大专 和上一世的211相比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那之后很久 温唐就像销声匿迹了一样 这份录取通知书也没有来哪 再次听到温唐的消息 还是住在温唐家附近的同学告诉我的 他说 温唐好像疯了 突然有一天就开始胡言乱语 不该是这样的 我应该考上211了才对啊 我的录取通知书 是不是被人调话了 他还自称是杰出女企业家 和富二代结了婚 甚至从家里偷了钱 去隔壁市富二代的家里找他 说自己是他的未来老婆 富二代骂他是失心疯了 温唐的爸妈找过去的时候 他还在疯狂地骚扰人家 站在别人家门口 富二代一出门就寸步不离 像一块甩都甩不掉的狗皮膏样 他们只能低声下气道歉 说女儿高考发挥失常 精神错乱了 富二代一听 缠着自己的疯女人 只考了大专 嘲讽温唐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温唐被他爸妈强行 带回了家里关了起来 不过他还是又想办法脱跑了 还是跟着一个外地 来做生意的小老板一起跑了 既没有复读 也没有去念这个大专 温唐大概也是重生了 所以才会这么崩溃 他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 又怎么可能适应得了 现在的生活呢 9月 我站在了毕大的门口报道 我没有问那对父母要一分钱 自己办了助学贷款 孤身一人来到京市 其实我那对父母 知道我考上毕大之后 给我打几次电话 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要我带带弟弟 好让他也考上毕大 得了吧 就你们要做那个德性 没有镜子总有尿吧 高中都考不上 还惦记毕大呢 赶紧读个中专下来 打工给你们养老吧 扔下这句话后 我就把他俩的号码彻底拉黑 再也没回过那个所谓的家 大学四年 我勤工俭学 赚出了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 毕业之后 跟几个同学合作创业 大获成功 但我只按照法律要求的最低标准 给那对所谓的父母 每个月打一笔钱 他们额外找我要一次钱 我就雇人揍一次要组 私数多了 再没人敢烦我 而那个买卖人口的老家 我也找了时间 去报个案 警察从村子里搜出来 七个年轻女人 都是被人拐卖 或者被家人卖掉的 他们顺藤摸瓜 还击溃了一条完整的 贩卖人口的产业链 抓了很多人贩子 说来也是巧了 那被发现的七个女人里 有个带着肚子的女人 正式失踪好几年的温唐 当年的那个小老板 也是拐卖人口组织中的一员 专门骗那种想要攀高支的女孩 她种下的恶果 此刻如同回旋标一样 狠狠地击中了她自己 她的命运 跟上辈子的我如此相似 不过 虽然她侥幸被救了出来 但却在日复一日的家暴和强迫中 真的患上了精神病 余生都只能住在精神病院里了 而我 却单枪匹马地 走到了比她上辈子还要高的位置 二十年之后 我创办的公司成功上市 前尘往事 通通如烟 再也不会有人敢指着我的鼻子 骂我是赔钱货 也不会有人有那个自信 想要毁掉我的前途 那些看我不爽的人 唯一能攻击的点 就是我将近四十了 还不结婚 甚至经常跟男大学生一起喝酒 他们说我太强势了 没人爱 也没有人愿意娶我 可是谁在乎呢 我自己会永远爱我自己